好,各位同學,我們來到example 14 我們去解決一個simple trigonometric equations 一個簡單的三角方程 留意,它要求我們的範圍0至360度 這個範圍經常變的,沒有被它整猜到 那怎樣找X? 好,我們找X,自然要解決 equation 好像平時的 equation 一樣解決,沒什麼特別的 把3除過來,就是這樣 Sign next 等於2分之3 那接著怎樣?按鍵 正數按鍵 好了,按鍵 Shift sign,2分之3 Shift sign,2分之3 2除3,OK? 可以嗎?這個 看到嗎?Shift sign,2分之3 是不是這樣? 好了,然後按鍵 41.8度 41.8度 好,41.8度 慢著,慢著,還未完的 因為很通常都有另一個答案 Sign 現在是正數 Sign 是正數 記住,不用寫的 記住,不用寫的 Sign 是正數可以在first quadrant 還有二次 quadrant 二次 quadrant 二次 quadrant 應該是180度 怎樣? 減的 沒錯 減的 沒錯 答案就是 41.8度 或者 180度 減 41.8度 這兩個答案 這兩個答案 這些呢 你掃在酸草上 或者等等 就自己記住了 不用寫的答案 OK 等於呢 41.8度 或者是 138.2度 好了 當然可以出答案 Sign 138.2 好了 Sign 138.2 答案應該是0.6667 0.67 差不多 對 0.66 差不多 對吧 所以 138.2 都是一個答案 有兩個答案 清楚嗎 好了 縮小一點 看看 不好意思 暗了一點 好了 小心點 這些我真的解釋給大家聽 独時做功課 你不用寫在這裏 你不用畫出來 你只要用一張紙圖 都可以 只要寫這兩個 就可以了 OK